玩搶工時間1.40分 玩搶工時間1.40分 今天考這個化學科測驗 我常常講的測驗 基本上我研究中有很多場題目 然後我心想 我好像不懂 我沒有玩這些 不過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也不想漏空 儘量試做 但是如果以一個結果來計算 我真的這份卷死得 我這份卷死的機會很高 是極高 其實有些不知道他們想問什麼 我只知道有些問題 所以我這份卷死得 看法 死得吃 有些問題 做的時候 抓了頭 怎麼做呢 做2個小時 我是真的做2個小時 但是看起來很 實際上 有些真的抓了頭 想不到怎麼做 所以我這份卷死得了 所以我這份卷死得了 千萬不要不合格 但是我打 我真的有機會不合格 雖然昨天補貨 他就說 下一次出4條 那些什麼顏色 但是我只看到一條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今天1月12號 1月16號 星期二 就是這個M2 House 我們不是M2 可以放風一日架 我 我 就是 他說 就是韓南天氣警告 當這個韓南天氣警告生效的時候 老師都說 你可以穿 街套回來 不過你只可以穿 寶藍色 和黑色的 這個 叫翁回來 你套得遠都可以 所以只是寶藍色和黑色 實際上是不可以有圖案 一定是寶藍色 一定是寶藍色 竟然之後 都這樣 我在回學的時候 也看到 有些人 都是穿著寶藍色和黑色的 這個衣服 這件 叫做衣服 後來他又被老師捉 然後說 不好意思 你這件衣服不合規格 然後過來叫什麼呢 然後心想 喂 阿Sir 你之前不是說過 韓南天氣警告生效 發生的時候 可以穿 寶藍色 寶藍色 甚至是 光是黑色的外套 他 他 他的外套已經是光是黑色 然後心想 說過的話不算數 難道你反口 不是 之前都反口 因為之前 這個行動 已經發出了 那個時候 就是女生穿下 穿上衣服回來 那些女生穿上衣服 又有意 他們被人捉 然後就說 為何穿上衣服回來 即使你搏 暗洞書老師也是沒有用的 你就跟他說 啊 例如韓南天氣警告發出了 我穿上衣服回來 你說 韓南天氣警告發出了 那時候 我穿上衣服嗎 但你這樣播 可能播不到 可能他就說 喂 現在韓南天氣警告還沒發出 我聽有人說韓南天氣警告還沒發出 但根據 我知道 其實已經發出了很久 在6點多已經發出韓南天氣警告 即是說 是他還沒知道 昨天都不給他看著衣服 其實是反口 那些事 即是他 實際上是 說過之後不算數 例如說 我明天給你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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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天 咦 你說給了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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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什麼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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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反口,即是說過的話不算數 以往都見到我都是說過的話不算數 好像阿Sir這樣說過都不算數 之前就說被穿上衣服 但那些人穿上衣服反而記得被人記 我和TK警告,機器是不是反口 嘩,即是令我產生了一些想法 即是可以在這個時候抓一些人 就說不可以穿寶藍色和穿上衣服的衣服 還有穿上衣服的人 但是,傳播中都記了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撿雞人 很喜歡撿雞 即是說我的話不算數 他身上有機會就說 有機會記了我都是這樣 唉,還有只是遷就了女生 女生就說冷的可以穿上衣服 如果女生冷的可以穿上衣服 甚至可以穿西褲 為什麼男生熱居的時候又不可以穿裙呢 這是什麼原理呢 這是熱的思考問題 女生穿西褲,為什麼男生不穿裙呢 沒所謂的裙 如果這個卡歪士都出了之後 還有我升級之後呢 我就會馬上退右 即是說去玩其他遊戲 即是說去玩其他遊戲的時間 就是玩Battle 2 嘩,幹什麼 搞什麼呀,又失去年 怎麼看就成了,失去年 我先忘記一下數學 我先忘記一下數學 沒事,終於可以進來 唉,終於 即是射彈那幾個logo 真的很麻煩 如果你說我 我經常拿第一關 就剛巧就這樣彈走了 後來又撿雞 又撿到這裡 不知道經常這樣 又不見人 有事,應該經常見到我有事 這條 我想亂回 但現在還未亂 繼續受到這個乾燥的季下風影響 又乾 如果乾的話 你就爆炸機率就極高了 如果你說怎樣定義的非常乾燥 非常乾燥就是相對濕度在50%以下 現在真的50%以下就是非常乾燥 又喝多點水 又喝多點水 不喝水會乾燥 不喝 很難柔 谢谢观看